爸爸 你又要熬枇杷修理膏吗 对呀 要不要我帮你刷枇杷叶呀 不用了 爸爸都已经刷好洗干净了 准备下锅了 爸爸 我们每次熬枇杷修理膏 都要准备这么多材料的吗 对呀 材料足 做出来才好嘛 怪不得我喝了几次 今天都不怎么渴了 那今天熬好 再给你冲一杯 好好 我喜欢这个味道 这枇杷叶后面的油毛要给它刷掉 再清洗干净 现在把它给切切 爸爸 我也想切 看起来好好玩啊 下次吧 爸爸赶时间了 等一下又要熬通消了 那 给点事你做 把这罗汉果给捏爆 好啊 好啊 一圈一个 太挤牙了 雪梨用弦搓洗干净后 再把它给切小块啊 离心不要 一圈一个 超级 我看你砸了五圈 好痛 爸爸 我剪红枣咯 好啊 今天剪你两个大鸡腿啊 准备一个大不锈钢筒 把处理好的材料全部倒进去 雪梨垫底再加入我们提前洗干净的枇杷花 再加上枇杷叶 螺旱果 还有干草 红枣 去合后对半给它切开 最后我们再给它加上陈皮啊 这个陈皮呢 我们选五年陈的 没有熏过牛黄的那种啊 就这些材料啊 都差不多满满一桶了 往里面倒适量的清水 这水量啊 能渊没过这些食材就可以了 把锅盖盖上 先用猛火把它烧开 这些小树枝啊 烧起来火特别大 烧开后 我们要把这些材料给它搅拌一下 后面我们就要中小火来慢熬了 给它熬上四五个小时 把所有的精华给它熬出来 火大了 要给它抽掉一些 中小火慢慢来给它熬 好 已经熬了差不多五个小时了 现在把这渣渣给它捞出来啊 这捞出来的渣渣都有好几十斤 捞掉渣渣后 我们给它进行第二次过滤啊 纱布给它折多几层 这些汤汁啊 又浓又香啊 直接这样子喝都是可以的 熬了四五个小时啊 那些食材的所有精华都熬在这里面了 过滤好第二遍之后 我们要把这大桶啊 给它洗干净 现在下冰糖 接着我们第三次给它过滤啊 要确保这些小羊毛和杂质啊 给它过滤掉 锅略好后 把锅盖盖上来开启我们漫长的熬制过程啊 同样的 我们先用大火把它烧开啊 再用小火慢慢的给它熬 川贝姆把它打成粉 我们要给它过一下筛啊 把那些杂质呢 给它过掉 现在夹入凉白开 给它开好 给它搅至无颗粒状啊 熬了十多个小时 终于把它熬成这种绵绵的小细泡了啊 熬成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川贝姆粉呢 给它加进去 边倒要边搅拌啊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我们再次把锅盖盖上 用最小的火给它炖多十分钟啊 好 十分钟已经到了 我们把火抽掉 让它自然冷却 等着膏体自然放凉后 我们给它加点蜂蜜进去啊 给它加上两到三斤 接着我们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要多给它搅合啊 让它们好好的混合在一起 充分粉合均匀后就可以装平了 玻璃瓶提前洗劲 用高温消毒啊 温的琵琶丘梨糕就制作好了 朋友们 你家备好了吗 想要后很简单 取一小勺啊 我们要用无水无油的小勺子 再给它冲一点 温开水 搅一半一下就可以喝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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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